晚上9点钟让我们一起来看世界 大家好我是彭聚 今天终于来到星期五了 马上带来关心到现在国际上发生的最新资讯 首先我们先来看到北韩 北韩发射了间谍卫星 这一次成功的撞举 的确让北韩的举国上下都非常兴奋 也非常高兴 不过呢其实现在哦 在联合国的安旅会上也都出现了对决局面 因为呢在之前美国联手南韩 日本跟澳洲等国祭出联合制裁 而且在安旅会上批评北韩 违反了联合国决议 不过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与正 其实这个声调也都蛮强的 反向美国安旅会是双标 完全无权过问北韩发展军事 不过也在同一个时间点呢 金正恩又带着爱女金珠爱亮相 甚至呢还一起视察北韩的空军总部 大家从画面上来看 我两个人的这个穿衣风格还蛮像的 都穿上了皮衣戴上太阳眼镜 秀出了好感情 同时也彰显了爱女的地位 黑色皮衣太阳眼镜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一身竞装视察空军总部 一旁以多次同框亮相的爱女金珠爱 同款穿搭不只秀妇女好感情 更凸显金珠爱地位 事实上日前北韩成功发射卫星 大张旗鼓设宴之际 就赋予爱女新称号 北韩新兴女将军 罕见举动引起南韩高度关注 外界预料金珠爱接班 恐怕已经是现在进行事 爱女接班亲妹美金宇正 沆瀣一气 开枪美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双标 无权指责北韩强化军事实力 不顾北韩卫星升空 已经让两韩919协议 形同废止 北韩加强边境附属士兵配枪 南韩也取消版门店观光活动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最新声明 再批北韩 更将北韩列为恐怖主义国家 美国在即制裁南韩日本澳洲也点头 四国将联合制裁 防止北韩无限发展军事危机 周边国家 TVB新闻综合报导 再来我们来关心到以哈冲除的最新情况 尤其我们说加萨地区好不容易的暂时停火 而且还延长了两次 但是这样子的和平终究只是期间限定 现在在加萨地区 尤其是以色列和哈马斯又再度的开火 因为现在双方都指控对方违反停火协议 我们先来看到以色列是怎么说的 以色列是说他们在之前稍早成功拦截了 从加萨发射的火箭 而且是铁穹系统发挥作用成功拦截 所以因为他们认为哈马斯是撕毁了停战休战协议 所以目前已经恢复在加萨走廊的作战行动 但哈马斯同样也说 其实是以色列有错在先 他说双边在休战期限即将截止之前 在加萨的北部地区还有沿海地区 都出现了枪响还有爆炸声响 所以现在双方各自指控对方 是违反了停火协议 不过现在不管怎么样 在加萨地区的上口 已经出现了以色列的军机还有无人机了 现在这些战火恐怕对当地的平民来说 会造成更大的危害 而在这一次的这个休战或是停火的协议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协议 就是哈马斯释出了很多人池 还有以色列也进行了巴勒斯坦人的 这个囚犯的交换 但现在哈马斯释出的人是大部分都是一些妇女 或是小朋友比较年幼的年纪 但现在的确他们手上的人质也越来越少 所以等同也降低了未来休战调节的可能性 甚至以色列在之前也说明了 这一次的短暂停火只是期间限定 未来他们的目标还是要持续的来攻击哈马斯 要让哈马斯消失在地表上面 所以现在以色列也计划说 在世界各地都追杀哈马斯的领导阶层 所以恐怕这场战事还会持续下去 不过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其实在10月7号 这个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齐袭之后 让大家开始质疑说 以色列的情报单位是不是出现漏洞 是否有问题呢 而现在纽约时报导说 其实以色列一次早在一年之前就掌握了情资 但是他们当时认为哈马斯还没有能力 可以攻击以色列 所以选择轻护 以哈修战协议台湾时间下午1点到期 双方结束停火 随之而来的就是空袭警报 以色列证实拦截从加萨发射的火箭 并指控哈马斯早就违规在先 双方重启战苦的同时 纽约时报报导 以色列一次早在一年前就知道哈马斯计划 报导称这份40页的文件虽然没有写下攻击日期 却详述计划细节 但以色列当时疑似评估哈马斯没能力执行这种规模的行动而轻忽 对此由人质家属帮忙缓家说相信乙军 不过以色列目前还是不太安全 周四又有两名巴勒斯坦枪手闯进耶路撒冷 一处公车战朝民众开枪酿成四死悲剧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开战以来四度防疫却还是无力促成延长休战 只能呼吁乙军别再波及更多无辜 否则剩下的人质也会岌岌可危 结束停火前最后一批获释的人质 包含曾被哈马斯拍摄影片的21岁以发双重国籍女子谢姆 她和妈妈感动大重逢 7天以来哈马斯供释放105人等于还有135人有待救援 片新闻 综合报导 这样期间限定的和平 其实在过去以色列也对外宣言说 他们暂时停火只是为了换取时间 而且要调整他们的战斗节奏 而现在以色列未来会怎么样来进行 针对加拿大来进行攻击大家的非常关系 在过去我们看到主要的战事都集中在北加萨 但现在南加萨外船可能是下一个重点目标 我们先来关心到北加萨现在的状况 北加萨其实在频繁的空袭之中 其实有将近40%到50%的国土的建筑 都在他们的战斗当中 还有在空袭当中被摧毁 被摧毁 而且北加萨地区也是以色列在这边 执行地面行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块 所以说对平民的伤亡 还有对当地的建筑的破坏也都是明显偏大 但现在美国官员透露说情报显示 哈马斯的高层已经逃往了加萨南部地区 所以很有可能以色列接下来 就把整个战事的重点放在南加萨 这也是未来可能在布局上会进行调整的地方 不过最重要最重要的还是这些平民该怎么办呢 尤其在这一次加萨地区 很多的平民都是无辜的 所以说美国还有以色列就要讨论 停火协议之后如何保护这些的平民呢 美国官员强调说希望以色列在南部 建立一个平民的保护区 而且也把这个人道主义的援助来带向北部 等于说希望开始尽量把加萨地区的平民都保护下来 而且这个拜登也说了 美国总统讲说希望以色列军队可以更精准的打击 因为他们还是认为说捍卫以色列的自卫权 还有攻击哈马斯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部分美国的态度还是不变 但他希望可以更谨慎更精准的来打击目标 所以到底是不是已经达成10亿还是一个未知数 但可以确定的是在以哈冲突当中 很多的种族的仇恨 还有这个国族的仇恨以及明显的蔓延 尤其我们要来看到是在纽约的洛克菲勒耶诞树 这每年在耶诞节前后都是个非常重要 非常热闹的区块 在点灯的时刻呢 遭挺巴的民众闯入了现场 也跟警方发生了冲突 迎接耶诞节 纽约洛克菲勒耶诞树点灯 五万盏灯三千颗水晶吸引万人朝圣 不过今年现场气愤异常紧张 挺巴民众闯入现场与警方爆发冲突 一巴双方虽休战但冲突丝毫未减 连他也来参战 旗下社群平台卷入反游争议 广告收入疑似受到冲击 马斯克公开受访时难掩怒气直接开呛 连主持人都吓傻 一巴战火烟烧海外加萨地区 这一周则难得平静 休战第七天哈马斯释放八名以色列人职 以色列也兑现承诺释放三十名巴勒斯坦囚犯 截至三十号巴勒斯坦已经有超过两百人重获自由 其中这一位最受瞩目 人还没下车 现场已经被挤得水歇不通 尽头前留着一头惩罚的少女年仅二十二岁 名叫塔米米 释放后受到热情迎接 塔米米十一月初遭以军逮捕 不过在此之前 她已经是巴勒斯坦人心中的少女英雄 2015年为阻止乙军逮捕亲弟弟 塔米米勇敢反抗横咬乙军手臂 还曾横甩乙军巴掌 尽管多次进出以色列监狱 但塔米米在巴勒斯坦人心中已经是英雄般的存在 TVBS新闻 而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北加萨地区 其实之前以色列在这边 尤其针对一些重要的基础建设 基础设施 像医院等等都发出了非常严重的攻击 尤其是个西法医院 大家知道其实在不断的被空袭之中 甚至事后以色列的军队 也进入到了西法医院 为了要彰显他们用兵的正当性 其实现在也陆续的曝光说 因为他们认为说西法医院是非常重要 是哈马斯的一个据点 所以说现在也开始曝光一些影像等等 他们现在指出在西法医院下面 就有条长达55公尺的地道 也认为是说哈马斯的相关的军队 也用这些地道来进行攻击还有运输 但现在这个地道的技术 到底是打哪来了 根据朝鲜日报的报导 他们说北韩其实是向哈马斯来提供军援 甚至把这些工人伪装成外交官 到了中东去向哈马斯传授地道的建构技术 这个地道的建构似乎有多夸张 他们说其实他们可以透过地道 来进行一些攻击之外 也可以进行一些非常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的运输等等 尤其像是防爆们的结构 地堡 竖井 电梯 还有地下公式 其实都非常的完整 而已故的北韩劳动党秘书黄长华就说了 北韩的地道技术 其实拥有让飞机从地道飞出到空中的能力 虽然说这个听起来有点夸张 也需要相关的这个世界来进行证实 不过他们是说了这句话 尤其大家看到为什么除了地道之外 大家会认为说哈马斯跟北韩有这么深的连结 主要包括夜袭啦火箭弹 还要毁掉一些通讯设施 这种不对称的攻击手法 其实都是北韩的惯用说法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加入老汤瓦雷机 我是老汤 哈马斯卡桑旅民兵公布释放人质 已交给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影片 根据哈马斯的说法 交接人质的地点就在以色列 接壤埃及边境的拉法口岸 这批人质一共12人 包括10名以色列公民和两位太极人士 影片中可以看到 人质在全副武装的卡桑旅明明借户下 或步行或乘坐轮椅 转交到已经被妥修旅车的红十字会这一边 获得释放的人质以妇孺为主 从他们的面部表情来看 即便带有一丝喜悦 却也难掩这段日子以来 遭到拘禁时的惶恐不安 完成人质交接任务之后 卡桑旅民兵互相拥抱 接受支持者的欢呼 尽管以色列方面曾经提出承诺 只要哈马斯多释放10名人质 停火期限就会多延长一天 不过部分研究中东事务的学者认为 也许哈马斯的盘算不止于此 有可能提出更多要求 包括必须释放与哈马斯有所关联的在家囚犯 然而这对以色列来说是触及底线的条件 即便国际社会不断争取延长停火的可能 但是以色列在此之前就已经声明 一旦协议结束之后就会继续战斗 直到消灭哈马斯为止 埃克斯特种部队也被称为621部队 是以色列精锐的反游击战特种部队 根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 即便还处于战时停火时期 但是以哈却在加萨北部发生战斗 双方互相指责对方片面撕毁协议 哈马斯表示以军率先攻击他们的据点 或使民兵做出回应 不过以色列则提出反驳 强调部队遭到哈马斯的爆炸装置袭击 造成好几名官兵受伤 基于自卫的需要反击哈马斯 不但又发现了一处地道 而且还查扣了一批疑似从海外走私 进口的武器弹药 南韩朝鲜日报的内幕消息指出 哈马斯挖掘地道的技术和相关军火来源 长期以来都是受到北韩的援助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情报官员表示 北韩在构筑地道方面拥有独一无二的技术 叛逃的前劳动党高级官员黄长叶生前曾经证实 北韩拥有让战机从地下隧道飞出地面的惊人能力 除此之外以色列安全部门在2021年发布的报告指称 在以色列国防军发现的30多处哈马斯地道网路来看 无论是在部署方式或是建筑工法上 都换在38度线非军事区发现的北韩秘密隧道形态类似 而且美国国会研究处的报告也表明 北韩经常把隧道施工人员卫装成外交官 派往每一个合作的国家或地区 传授施工技术 并且指导当地工作团队使用地道的方法 有情报表明 就在以色列建造高达6到8公尺 围绕加萨地区的隔离墙之后 哈马斯就从北韩引进了 可以避开隔离墙的地道修筑工法 挖掘了十多条通往西奈半岛 还有以色列南部沙漠地区的地道 作为哈马斯海上走私 或是袭击以色列部队的路径 而且在这些地道里 成年人只要稍微低着头 就可以来去自如 再加上完善充分的设施 足以让哈马斯民兵待在里面长达好几个月 必要时还能把这些地道 变成运送生活物资或武器弹药的通路 我们肯定有道路到这里 我们找到了区域的区域 从区域的区域 所以他们可以 后来攻击或做什么 他们可以到区域的区域 甚至我们找到区域的区域 他们可以到区域的区域 然后到区域的区域 这些隧道的入口从医院 清真寺到一般民宅几乎到处都有 也是哈马斯民兵能够在城市巷站 或是游击站中迅速移动的原因 只不过光是有畅通的攻击和撤退路线 并不足以对抗以色列的正规部队 关于这一点 朝鲜日报更进一步爆料 北韩除了把建造地道的技术 移转给哈马斯之外 同时也协助训练卡桑旅民兵 让他们拥有更为专业的战斗知识和技能 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首尔通讯员的报导 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先前举行记者会 说明北韩和哈马斯的关系时表示 双方在武器贸易 装备采购和战术演训等领域 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尤其是哈马斯已经把北韩擅长的 不对称攻击方式学习的微妙微笑 南韩军方解释 所谓的不对称攻击 也就是疑己之长攻敌之短 换句话说 要把自身占有优势的部分 用到极致痛打敌人的弱点 从哈马斯释出的各种反击影片中 就可以看得出来 卡桑旅民兵常常在以军疏忽的时候 大量使用RPG在背后放冷箭 就是北韩典型的不对称攻击样态 除此之外 北韩也很有可能是哈马斯背后的主要武器供应者之一 前美国国防情报局北韩武器交易追踪分析师 现任安杰洛州立大学教授贝克托尔 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提到 早在2014年 北韩和哈马斯曾签署了数十万美元的107公里和122公里多管火箭发射器 以及通讯装备的军购合约 甚至再往前回溯到2009年 泰国军警也查扣一架装载北韩制造 包括地对地飞弹和火箭推进榴弹在内 总重大约35公吨各式武器的货机 根据货机运载出口文件显示 这批武器的目的地是伊朗 然而当时以色列政府就曾经提出警告 呼吁联合国加强监督 因为以色列情报单位得到密报 声称这批武器会经由伊朗运送到真主党及哈马斯的手中 尽管这些资料都指出北韩和哈马斯具有特殊的伙伴关系 但是有鉴于讯息太过零碎 加上讯息间隔时间也比较长 因此很难判断双方一定有必然的关系 不过也有学者担心 当北韩制造的军火流入中东地区之后 万一以哈的军事冲突演变成持久战的话 很可能会让北韩认为这是一个获得资金的管道 为了赚取外汇 不惜成为非法武器的头号供应者 好了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不过说到北韩的军事力量 在过去或多或少也都在很多的战场情况上出现 尤其我们来看是这个俄乌战争 其实在过去俄罗斯背后也被认为说 似乎也使用到了北韩的武器 同样也有这种传言流出 不过实际来关心到这个俄乌战场上面的话 你会发现说天后现在对俄罗斯 或是对乌克兰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敌人 尤其当地的这个气候状况来说冬季作战绝对是非常难的 尤其现在这场战事已经进入到了第二个冬天 对乌克兰来说对俄罗斯来说都是一个相当难去克服的一个情况 尤其像乌克兰的前线暴雪当中 很多人都在这个暴雪当中作战难度是非常高 再加上俄罗斯袭击他们的能源基础设施 恐怕对乌克兰的军队来说可能就要在天寒地冻当中来进行作战 非常的考验 还有美国的M1A1坦克现在正式亮相 但是同样受制在天气的状况之下 要运作也并不是太过简单 甚至我们时间应该说整个场景换到他们的这个内部 政府的内部来进行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到泽伦斯基跟乌克兰的总司令在指挥战场上 现在频频传出意见不合 像是泽伦斯基说不应该撤军 但是他们的总司令却认为说应要撤军重整 其实双方的意见似乎有一点相做 甚至泽伦斯基也声称说警告军方不要捞过界 所以说现在这样子的情况 不论是在天后或是在整个军事的高层的沟通上 在乌克兰来说都出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 甚至乌克兰可不可以获取更多国际上的目光 还有资源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现在整个西方国家似乎对于乌克兰的这个溢注 也慢慢的逐渐走向一个比较保守的态度 但是乌克兰的外交部长就乐观的表示说 以他目前的观察来看 各国对乌克兰的援助还没有收手的迹象 士兵随时紧盯地平线上动静 确定远处冒出黑烟就代表集中目标 另一边军车还得马不停蹄前进 免得遭突袭 这里是乌克兰盾内刺客的瓦修基福卡村 乌军边守着当地边攻击远处 位在苏勒达尔的俄军 希望推进前线和巴赫姆特的同胞河流 与此同时 俄军声称又在巴赫姆特附近 夺下克罗莫夫这座村庄 在乌克兰南部沿海地区 俄军黑海舰队则想一雪牵斥 派出护卫舰连发四枚巡弋飞弹 声称击中乌克兰军事基础设施 甚至趁夜出动21架无人机突袭 但乌克兰空军表示别高兴得太早 乌军表示成功拦截所有无人机 及两枚巡弋飞弹 剩下的炮弹也没打中基础设施 而俄军持续损失坦克大炮 还反被乌军击中 位在边境布里扬斯克 存放无人机的残酷 只是乌军也要防范射出的飞弹 不会莫名失准 关键就在这些乌军射的天线 会发出电磁波干扰乌军GPS讯号和无线电波 影响乌军无人机行动 西方军援的炮弹也会受损 俄军坦克以及装甲车上也都有干扰讯号天线 乌军总司令坦诚 俄军有显著的电子战优势 但这不代表只能被压着打 无军先发制人摧毁俄军坦克以及干扰天线 无人机小队指挥官甚至拍教学影片提升攻击效率 打资讯战乌克兰可不会甘拜下风 多家在克里米亚的俄罗斯媒体近期传出遭骇客攻击 改播乌克兰总统演讲打工心计 克里米亚的俄国空军基地也同时遭轰炸 据传30名俄军丧命 乌俄战争已经打快两年 但随着中东爆发新战火 外界呼吁乌俄重返谈判的声浪越大 乌克兰总统顾问表示开战后几周乌俄代表团就进行谈判 俄国却只派技术官僚宣告最后通牒就走人 根本没准备好协商 而俄罗斯宣称是乌克兰不愿谈判 但克里姆林公过往屡屡毁约 也让乌克兰不愿再对话 让俄罗斯借机反攻 不过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乐观表示 目前他看到北约的态度 仍然是坚定支持乌克兰没有任何批乏 我听到明确是不提及热义 我听到明确是不提及热义的支持 这都显示了与党军联系的批评 与党军联系的批评 与党军联系的批评 另外乌克兰面临近期暴风雪 造成不小灾损 让饱受俄军战火摧残的能源基础建设 受到更大压力 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也呼吁 各国援助发电机 为乌克兰打造冬季防护罩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现在俄战士已经逐渐迈向长期化 有没有可能进行和谈呢 现在甚至说其实美国手上 握有剧本 但是美国现在针对这个传言 他们的回答是说 现在传出美国德国要逼迫乌克兰 要进行和谈 但是美方是说没有任何的协议 也要限期停火 但这个当然还需要官方的态度 来进行证实 但是对泽伦斯基来说 的确是进退维护 进退两难 因为在下期的反攻当中是失利的 而且入东的情况 天后影响 情势恐怖会更差 而且俄罗斯也打算要囤击飞弹来 进行更多的攻击 还有就是普京了 这个虽然现在攻击力度 依旧是非常大 甚至呢 连国防预算 还有这个相关的军事预算 也都拨好了 他们说要如何来结束这场战争呢 以俄罗斯的态度来说 他们说从来没有拒绝和谈 但真的是如此吗 恐怕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验证 但以现在整个俄乌战士的激战区域来说 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这个地方 叫做阿夫迪夫卡 战事又出现了新的变化 俄罗斯巨船有机会拿下八成的土地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加入老汤瓦雷基 我是老汤 顾不了还在进行中的战事 顿内刺客地区的救援人员来到被俄军轰炸的住宅区 查看是否还有受困的生还者 这是目前俄乌战况最激烈的阿夫迪夫卡现状 就连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承认 阿夫迪夫卡的作战部队正在顽强面对俄罗斯不计代价的猛烈攻势 即便俄军死伤人数越来越多 也无法阻止普钦的野心 丝毫不在乎自己的子弟兵混断千里买股异国他乡 俄罗斯已经失败了在阿夫迪夫卡 以及战兵的技术和技术 快速和幅度比特朗 尤其是在阿夫迪夫卡 保持这些力量非常难 每一位的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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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位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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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乌克兰的坦克部队也向俄军开火 不过绰号制作人的部队师官长 也毫不保留地向路透社记者坦白 俄军在攻击上占了很大的优势 除了有庞大的地面部队之外 由空天军KA52和苏25组成的空流战力 确实也让守军吃了不少苦头 更重要的是 当俄军操作无人机的技术提高了之后 以往坦克称王的地面战 如今也出现高科技战术的转变 麽现在强了设定 现在强调兵士 你不在乘搭 你已经发现了 然后对他来承诺 阿富迪夫卡的战役到底有多难打 据说俄罗斯调集了4万兵力 来打这一座战前只有3万人口的小镇 而且根据前方传来的最新消息表示 俄军一支装甲兵单位 从阿富迪夫卡南侧的工业区 执行一次袭击战 以出其不意的闪电攻势 打下乌军好几个重要的防守据点 不但一口气占领了5座厂房 甚至夺下整个工业区超过80%的区域 留给乌克兰的只剩下西郊的几处房子而已 迫使顿内刺客警方 必须对不愿撤离的居民发出最后通牒 要把他们安置到远离烽火的地区 确保安全 根据俄罗斯媒体电报频道的报道 俄军使用大量榴弹炮和火箭攻击乌克兰阵地 迫使守军撤出战线 另一方面外传在东北部的戈尔罗夫卡地区 乌克兰部队一度试图向迈奥尔斯凯方向进攻 却遭到俄军步炮联合打击 历经四个多小时的激战 乌克兰部队宣告失利 大约有两个牌的官兵在战斗中阵亡 甚至还有消息指出 最让乌军气愤的是 俄罗斯更在西米克维地区 采取投掷极数弹的大规模轰炸 除了造成官兵重大伤亡之外 更把乌克兰从2014年以来 修筑的各种防御攻势 全数破坏殆尽 部分乌克兰军事专家认为 俄罗斯就是准备 当乌克兰丢掉阿夫迪夫卡突出部之后 能让这座战略重镇 转为打击乌克兰部队的出口 即便有情报显示 乌克兰正在构筑新的防守线 万一真的丢掉阿夫迪夫卡 新的防御攻势能够把防线拉平 让俄军不至于继续向前冒进 同时也让驻防的乌克兰第110国土防卫旅 能够争取到喘息和整补的空档 再把先行退出战场休整的第59基布旅 和129旅拉回到战线上 替换兵力已经只剩2000多人的第110旅 继续与俄军周旋到底 只不过上述的战况和这个军事构想 并没有得到乌克兰军方的证实或回应 然而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 已经推进到乌军塔斯卡霍塔防御攻势的俄军 预计接下来会往阿夫迪夫卡的中部进攻 如果不赶快派部队接替战力严重受损的第110旅的话 对俄军来说要吃掉这支部队也不是一件难事 而且换防一定要快 才能让110旅能够立刻衔接上 即将受训完毕的西方代训的乌克兰部队 一方面补齐建制上的缺额 再来也可以让具有战场经验的部队 和北约装备的部队有机会深入交流 也好让新兵们对战场有初步的认识 由法国代训的7000名乌克兰官士兵 在经过为期四个星期的密集训练下 已经具备各种作战技巧和能力 他们不但能在废墟中找到很好的射击位置 也能透过密集的火力掩护 让同袍在推进过程中 不会因为缺少自家人的保护 而成为敌火下的牺牲者 根据美国五角大厦统计 过去17个月以来 美国 英国 德国和法国 一共训练了近5万名乌克兰官士兵 除了指导他们使用枪械 投掷手榴弹 战斗运动要领 以及野战救护等专业知识外 也向他们解释了战术理论 以及如何应用的实务操作 让这批乌克兰官兵 未来在战场上能够活学活用 既能保护自己 也能协助同袍 至于在地链伯和东岸的攻势方面 乌克兰宣称陆战旅登陆之后 成功把俄军的战线逼退了3到8公里 目前正在巩固据点当中 然而俄罗斯则公开一段部队的战斗影片 声称乌克兰的行动已经遭到俄军的瓦解 俄罗斯国防部宣称 隶属黑海舰队的第810禁卫海军步兵旅官兵 在地链伯和左岸与来袭的乌克兰陆战队 发生激烈战斗 第810海部旅在炮兵和空天军的立体协助下 击退了入侵者 俄军表示 从高空侦察的画面可以看到 乌克兰陆战旅的一侧依托在河流与沼泽地之间 另外一侧则暴露在俄军的阵地前沿 显然指挥官和部队在命令下达和战术执行上 出现了非常大的落差 也是俄军能够阻断乌克兰行动的制胜原因 不过路透社则表示 目前还无法确认这支影片的真实性 依据英国军情部门的资料显示 尽管乌克兰已经进入冬季 不过各部队的行动依旧进行中 战事胶着的地区 两军也互有攻防继续僵持不下 好了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大股强评连续三年 拿到了年度最佳指定打击奖 表现持续强势 MLB年度最佳指定打击奖 又颁给大股强评 连续三年大股都拿到这个奖项 上一个做到此奖三连霸的人 就是名人堂球星老爹David Ortiz 而且已经是将近20年前的事 大股本季打击真的很惊人 四十四轰涌夺美联全壘大王 打击率 长打率 上壘率和整体攻击指数 LPS都来到生涯单季新高 让他日前也第二度荣获美联年度MVP 就连日本官方长官也质疑 大股接下来的动向 更是全球球迷关注的焦点 目前不少球队都在争取它 而传出现在没有迹象 大股会去纽约 等于可能提前向洋鸡和大都会说拜拜 有专家分析多伦多蓝鸟机会最大 纽约邮报记者指出大股喜欢拜访多伦多的经验 而且倾向蓝鸟相较低调的环境 不过这一切都只是猜测 大联盟认为最快下周12月6号之前 就会有消息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聊题谈的时间 加入我们的是资深体育主播亚厉哥 居豪大家好 好亚厉哥好 我们先来聊聊大巨蛋 最关心的应该就是这件事 还有亚锦赛 马上就要在台湾举办了 而且12月3号就是终止大战 我们来看到其实我们现在台湾队 其实中华队也端出了非常好的阵容 包括徐若曦还有孙逸磊 但我很想要问亚厉哥 请教亚厉哥的是 到底这个就你来看 这个战术的调背上 还有人员的调背上 有哪些对总教练来说是个考验吗 今年棒球的比赛真的非常多 除了我们自己的中华职棒的一个比赛 非常精彩 台湾大赛打好打满打了七场 才分出胜负之外 今年又有杭州亚运 然后又有先前在东基巨蛋的 亚洲职棒冠军争霸战 现在12月3号马上要在我们台北大巨蛋 开箱大巨蛋登场的就是亚锦赛了 刚才至于讲到的 这一次国立健福教练所率领的这支中华队在亚锦赛第一场比赛 我们大巨蛋的开箱战 我第一次在大巨蛋的正式比赛也是第一次在大巨蛋有正式转播的比赛 徐若曦担任这个先发投手 那当然我们希望啊 就是今年我们看到不管在杭州亚运也好 在亚冠赛也好 中华队投手基本上问题不大 对 中华队问题最大是什么 打击火力 我们希望啊 在第一场大巨蛋开幕战啊 中华队至少希望能够打出好球啊 打出多一点的安打 那展现我们地主的一个优势 有好的一个打击火力 那当然 赢韩国是很多很多人的一个希望 那当然这一次啊 包括了孙毅磊在内啊 其实在这一支的24人队伍这个名单当中啊 其实我们上礼拜讨论过有超过将近20名 19名的这个职棒的一个球员 那另外5名的业余球员都是来自于业余的合库 合作金库成棒队 那我希望这一次那中华队虽然第一场比赛带大巨蛋对南韩大 不过因为分组的关系 那接下来的分组赛事啊 下个礼拜都要去到台中的洲际棒球场 不过没有关系 等到12月9号12月10号 也就是最后两天的一个四强战 然后冠军战季军战 又会回到台北大巨蛋 我们希望这一次我们真的好好把握 我刚才讲的地主优势啊 至少第一场比赛先打败韩国取个头彩 因为这一次在整个中华队的一个分组 你看我们跟香港跟巴勒斯坦 正在打仗的国家分在同一组 要拿下这个四强的名额绝对是没有问题 现在就是看关键战到时候的四强交叉 然后有没有机会来打进冠军战 当然我们希望这次中华队能够一路挺进 当然最重要的我希望就是打击要发挥 没有错大家一起来几气 不过在大巨蛋的之前暖身赛 其实也都是非常精彩 像是世界拳雷打王王臣志 也来到台湾了 西装笔挺走进街机大厅 还不忘和球迷挥挥手 世界拳雷打王王臣志 一号抵达台湾 已经高龄83岁的他 看得出来气色不差 面对关心王臣志要大家放心 因为其实这一趟来台 王臣志的医疗团队不太赞同他搭击出国 因为在十多年前 王臣志被发现罹患胃癌 将胃部切除 去年11月也确诊新冠病毒 但王臣志在收到邀约时坚持答应 也说最后一次出国一定要来台湾 也期待台湾能拿到世界级冠军 也是一个宗旨还有棒球的活力史 所以这次听到他最后一次来台湾 其实是蛮兴奋的 83岁的世界拳雷打王王臣志 生涯打出868支拳雷打 保有世界职棒选手个人生涯 最多拳雷打记录 生涯得分1967分 对台湾棒球圈也意义非凡 台湾现在目前能够跟日本 不管是冬季联盟 或者是我们经典赛 这些所有赛事交流 王臣志监督 他都尽了非常大的心理 意义重大就连悠悠卡公司 也特别推出雅锦赛悠悠卡纪念套组 其中卡面图样 就是以王臣志的打击姿势为设计 历史性的台北大巨蛋 王臣志将会替台湾开出历史性的一球 TVVation林一杰成如寒仲宣 三居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好我们刚才也在跟亚里哥聊说 这个王臣志对台湾的宗旨来说 也有一个历史上的意义对不对 职棒元年他那时候就来到 已经拆掉台北世界棒球场来开球的 那这一次我就觉得 比较让人觉得诡异的就是 12月3号亚锦赛来开打 但是王臣志先生是在明天 12月2号下午两点钟 要在空无一人的大巨蛋里面来开球 可能由于王臣志个人 就是王臣志先生个人行程安排的关系了 不过我们也希望就是 能够看到他来很开心 那也希望就是替我们这个全新落成 花了好久十几年才盖成的台北大巨蛋 希望能够有一个开出一个好彩头 对也希望我们终止接下来可以越打越精彩 也大巨蛋也可以妥善的利用 而且我们来看到终止 未来可能有更多的强将来加入 包括是这个吴念廷离开西武队 回到台湾来发展 而且我们的国防部长张益成 也说想要回来台湾打球啊 亚里哥你怎么看呢 上礼拜我们节目有讲到张益嘛 对那时候我们讲到张益说 因为他30岁了 那所以时间差不多也到了 因为他也成家有小孩了 所以想说回到家乡 然后有比较稳定的一个环境 那当然薪水相对也会比较高一点 其实大家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旅外学员是蛮辛苦的 那像张益像吴念廷 他其实当初都是在日本 15岁就开始念高中 吴念廷他自己就讲啊 他今天在脸书上发表的这个声明就是说 他到日本也15年了 当年2015年参加日本职棒选秀 虽然西武师队在第7轮才选到他 不过他这一路下来也在西武队待了8年 那比较可惜的是 那西武队这两年就是在去年换了新任总教练 这个松井架头一样之后 感觉上台湾的这个吴念廷 好像并没有能够得到这个新的总教练的一个喜爱 所以上涨时间不多 那如果大部分时间都在二军的话 大家都知道一个职业运动很现实的一件事就是 年纪 年纪而且球员最重要的是什么 舞台 对能不能上一军 能不能有自己发挥的机会 你觉得很强 吴念廷过去在一军曾经有过很棒的表现 那时候台湾球迷叫吴念廷 叫所谓得点圈之鬼 就是他在得点圈有人的时候特别会打安打 所以那个时候日本职棒 他的人气其实也还不差 可是很现实的一点就是他跟张艺一样他也30岁了 他也要考虑到如果我明年在习五代再带下去 如果还是在一二军之间这样上上下下的话 那是不是应该回到台湾呢 毕竟他的爸爸吴复连 他当年这样子带下去日本这样什么念书 因为他从日本这样念高中到日本职棒 他的唯一好处就是他不占洋将的名额 因为他在日本念高中的 那现在为了希望能够有一个舞台 他回到台湾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合理的事 而且吴念廷在今年的WBC经典赛年初 还记得吗 第一支全联打就是他打出来的 那张宇成更不用讲了 我们台湾的国防部长啊 原本在今年在以前被骂到臭头 但是标准的这种敬礼的手势 国防部长现在 这个星期他因为下线也在台湾嘛 他也在做一些回馈乡里 他在台东带棒球营 然后张宇成这两天的新闻就说 我觉得想家了 因为他今年虽然在大联盟是 在大联盟的时间还算蛮长的 可是大联盟在今年的一个底薪啊 是七十万美金 七十万美金的话 大概是超过两千万台币 以现在汇率算的话 大概两千两百万台币 那张宇成 我们就想要过去的陈金锋 现在中华职棒薪水最高是谁 富邦汉将的江绍庆 他也是旅外球员回来 江绍庆目前他的月薪是 如果没记错的话是113万 那年薪这样加加起来 大概有1400万 当年陈金锋回来 他是中华职棒 第一个签负数年合约 第一个年薪破千万的球员 那这么多年过去了 那现在海归的球员 不管旅日也好旅美也好 相信张宇成 今天已经有很多这个 相关的分析报道研判 如果张宇成愿意 就回到台湾来发展 因为张宇成现在也是有小孩子 他家 他跟王建民一样 在这个在美国比赛的时候 其实老婆小孩都跟着他这样到处移动 其实也蛮辛苦的 那张宇成如果真的愿意 回到台湾来发展的话 我觉得啦 以他今年在美国职棒的薪水来说 他绝对有超过现在富邦汉将 江绍庆年薪这样的一个 1400万的一个水准 张宇成我觉得他甚至是 可以上看可能2000万左右的一个年薪 上看2000万的年薪 不过看完棒球 我们来看到篮球了 像是新北国王队 林书豪大家也非常期待啦 他在台湾打球 而且在这个新北国王队 也打出了非常好的成绩 而且其实也都是这个比赛成绩非常不错 还有这个杨敬敏 虽然之前有这个陷入逃色风波当中 但是在接下来东超联赛 其实有机会代表这个新北国王队出征 雅力哥怎么看这个赛事呢 看这两位球员 其实他们在以篮球来讲的话 其实他们这两个人都是非常非常敬业的球员 但是今天要谈这两个人 却让我感到会反而觉得是有一点点五味杂陈 怎么说呢 林书豪我们知道 他当初在NBA曾经缔造过所谓的林莱峰 林Sanity 那也在中国对岸 中国的直篮CBA也打了好几年一球 在他34岁的这一年 他回到他的爸爸妈妈的一个家乡 台湾来打直篮 我们知道在今年年初 他加盟高雄的钢铁人队 把一个联盟垫底的烂队 曾经带到有机会来打气候赛 那新在季的这个台湾直篮的Plus League 林书豪现在跟弟弟 这样林书伟的一个联手 最近这连续这几场比赛表现真的很棒 而且你想想看他34岁的年纪 很多人觉得说 你在对岸已经打不到球了 CBA打不到球 NBA更是没有机会了 但是林书豪来到台湾 我觉得很多球员必须要跟他学习的是 林书豪对于整个职业篮球员 应该在场上要有的态度 那训练 我觉得敬业的一个态度 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对林书豪 是要好好来学习的 因为毕竟以篮球直篮来说 在台湾还是在起步阶段 我觉得林书豪这几年回到台湾 大家要且看且珍惜了 好好来跟林书豪来学习 怎么样来当一个好的职业球员 那接下来讲到杨继敏 杨继敏以球技来说 他绝对是一个好的 同时也是非常敬业的职业球员 过去他还曾经是球员工会的理事长 但是他在球场外的一个私生活 在今年6月份出现所谓的 一个逃色风波之后 等于是完全的打破他之前的一个人设 他原本是一个爱家好爸爸的一个形象 但是这个事件其实对他伤害很大 同样的对整个直篮联盟的伤害很大 我们讲到最近在整个篮球 这一阵子所谓的一个放水球的风波 到目前这个案子还在争办当中 可是我说实在 就跟当初中华职棒的 这样的一个假球事件来讲 这种伤害都是无形的 就一直跟着他们 就会一直跟着 然后球员 你当然还是可以回到球场打球 今天球联盟竞在你食物场 但是你在东超联赛还是可以打 没有问题 但是我讲明白一点 今天很多人可能愿意买票进场 看林书豪打球 但是有人愿意买票进场 看杨敬明打球吗 相信可能比以前会少很多 我就觉得说球员除了在场上要敬业之外 在场外的私生活可能自己也要洁身自爱 我觉得就是八个字啦 尊重舞台 然后爱惜羽毛 对体育的这些战将来说都是非常重要 但我们来看到是包括是这个魔术队 这个脱胎换股登到了东区第二 而且独行侠的老板也是把这个球队 他还是有部分的这个经营权啦 还有部分的股份 但是他卖的状况是卖到了35亿美金 这个投包率哇好惊人喔亚立哥 对现在进入到台湾时间 现在是12月的第一天嘛 NBA的一个赛季也打了一个多月了 今年真的讲到这两支队伍 魔术队真的是让人非常惊奇啊 对 开季五胜五败之后 哇最近他们竟然是拉出了一波八连胜 这是目前NBA东西区两个联盟当中 最长的一波连胜 不要说他们这八连胜里面打败都是软式的球队喔 他们打败了上个赛季的冠军丹佛金块 也曾经打败过现在东区第一名的绿山军 波顺赛尔提克 所以魔术队这八连胜真的是扎扎实实啊 那魔术队今年真的我觉得就是年轻球员 我们套其他我认识一位球员讲话 他们年轻球员真的兑现了他们所谓的一个篮球天分 今年在整个魔术队阵中那 Bad Benchero这位美国国家队的一个球员 之前曾经答应过意大利要代表他们来打这个世界杯 但是后来反悔的Benchero今年打得非常棒啊 平均每场比赛拿下19分 同时现在也是队上篮板王 加上那个Wagner兄弟党 我们知道这个华格纳兄弟党啊 这个两个都是出自于美国的名校 篮球名校密西根大学 那当然他们这两个人因为有德国裔的身份 所以现在也是德国国家队 一个是中锋 一个是小前锋 今年在魔术队表现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这一票年轻球员带领了魔术队现在整个战绩起飞 而且他们队史最长的连胜是多少 九连胜 他们现在已经是八连胜了 下一场比赛对谁 队的是在东区接近垫底的华盛顿巫师队 所以我觉得要追凭他们队史的一个连胜记录啊 奥兰多魔术队 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机会 如果你今年开机跟我讲说 魔术队如果打完第一个月 他的战绩比公路队还会要更好 而且是排在东区第二 我相信有很多人都不会相信 那另外讲到达拉斯独行侠 Mark Cuban这位老板 他是NBA可以说能见度最高的一个老板 他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 花了两亿八千五百万美金 买下当时我们那时候还叫达拉斯小牛的一个股份 结果没有想到23年之后 哇他最近出托他的大部分的一个持股 一口气卖了35亿美金 哇这投资报酬率真的是超级棒吧 而且很重要的是他虽然赚了这么多钱 可是他现在还是保有整个达拉斯独行侠的一个营运权 也就是说他就算把他的股份卖掉 他现在还是达拉斯独行侠的CEO 很多事是他说了算 所以说他当初是一个靠着网路赚进钱的一个网路金童 然后把他赚来网路上赚来钱拿去买NBA球队 他这个人说实在蛮传奇的 那不得不佩服他 这个投资报酬率真的非常非常棒 真的投资报酬率非常好 不过或许如果你有买到C罗的一些虚拟货币的话 或者虚拟商品的话 可能会有点头痛 不过这个不了了 我们先来看到其实C罗当然是现在斩战 沙烏地阿拉伯 我必须说我觉得运动员的舞台真的是非常重要 而且还在这边其实打得也还不错 亚历哥怎么看 接下来我们有机会看到C罗更多精彩的表现 而且有没有可能他跟梅西再来一个对抗呢 你讲到重点真的 去年2022年的这个世界杯结束之后 很多人说这会不会是36岁的梅西 跟当时37岁的C罗在世界杯的最后一舞呢 不过从现在这两个人的体能看起来 虽然C罗是转战到沙烏地阿拉伯 那梅西现在是转战到美国的职业足球大联盟 MLS的迈阿密国际队 但是看起来这两个人目前这个油箱里面的油 还剩了很多 C罗现在在整个沙烏地阿拉伯 不仅是在整个沙烏地阿拉伯的联赛 进球王也是助攻王 而且现在他带领他自己葡萄牙国家队 C罗还没有从国家队退役喔 打现在的欧洲国家杯这样的一个资格赛 C罗还是下下轿 非常非常猛 那虽然刚才也讲了他最近可能在这个 加密货币平台的一个代言 这两天的新闻大家有注意的话 可能他接下来会碰上一些这个官司啊 不过在球场上他真的没话讲 那梅西这一边最近有消息讲了 这个现在沙烏地阿拉伯这边 正在积极联络美国的迈阿密国际队 就是希望在明年2月 美国的MLS球季开打之前 看看能不能促成这一队绝带双交 来打这样的一个季前的一个比赛 38岁的C罗对上36岁的梅西 一个梅西才今年才刚刚拿下 第八座金球奖 如果两个人能够再度的在场上相逢 而且生涯的进球数 两个人都是超过800球 对 非常非常 应该如果有能够促成这样的一个交手的话 我觉得是球迷们 这是球迷之福啦 对的确是球迷之福 我们在今天也非常谢谢牙利哥 来参与我们的聊题台 谢谢牙利哥 谢谢大家 好不过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看是曹格现身的音乐节目 不可能吧本人吗 他来本人吧 那你不用比啦 那你不用比啊 好啊 金曲歌王曹格 吴玉锦现身音乐节目 让张正月 徐怀玉 余子玉惊呆 原来是来一起评选好声音 说过要一直一直一直 I want now 耶 谢谢 我喜欢的disco风格 对对对对 disco 对对对 超喜欢disco 对对对 他刚刚一开始唱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法就是 这个可以录唱片的声音 认真讲评 分享不少经验 本集迎来第三场野台PK赛 选手们改编滚石的金曲 其中还有人唱了张正月的歌曲 我歌的词诺写得好啊 天啊 不要不要 而且 要说故事了吧 没有 这故事也蛮痛的耶 那你说说看多痛当时 这首歌哦 我忘了 那只有女朋友太多了 差点就忘了战火一触即发 选手们还要面临残忍拆信时刻 谁要去发信 我不要 摸我摸 你不要发 节目组还先出招 让选手们打电子花车 释放压力欢唱 挑战重重每一阶段都要有最好心态 TVBS新闻徐家瑞宏廷台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